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豆干炒韭菜 用最家常的做法,方法非常简单 鲜香下饭,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首先准备几块新鲜的豆干 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切两个红辣椒 先将辣椒封成两半 然后再把它切碎 再准备韭菜一把,把它切成段 准备一块钱的五花肉 先把它切成片,再剁成肉末 水开后下入豆腐焯水 两分钟后捞出来滤干水分 起锅热油,油热后下入肉末 翻炒至变色及颗粒状 再下入蒜末,炒香 炒香后我们给它调个味 一勺蚝油 加入老粗调色 再倒入辣椒 再倒入辣椒 放入适当的盐 接下来再倒入豆腐 翻炒均匀 拌一点鸡粉提鲜 再倒入酒 再反上韭菜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豆干炒韭菜 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豆干嫩滑爽口 非常的营养下饭 是最家常的做法 没有太多的调料 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而且还特别的实惠 比大鱼大肉还受欢迎 这道菜成本不超过十块钱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